欢迎收看今天的WeChat娱乐区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来跟我聊聊娱乐圈的八个故事 那前天电视剧欢乐送的几位主演 刘涛王凯等人在杭州举行了发布会 现场那个粉丝多的呀 我们前方的记者都快从沈殿侠背景 成了郭敬明了 那很多粉丝都是冲着他们的老公王凯来的 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王凯的粉丝 他们喜欢他不仅是因为 他在狼牙榜和伪装者里的角色 更重要的还因为他那双手 那王凯那双手的颜值和关注度 都超过了他那双脸 而且他还为双手投保了3600万 仅次于郎郎的1亿美元 成为中国艺人里的第二经手 那其实艺人因为靠脸靠才艺吃饭 所以身体的某些部位可是摇钱树 自然是价值不菲 女明星的胸部都是事业的象征 所以很多女星都会为自己的胸部投保 不过相比于林志玲的100万 林佳琪的500万港币 还有林伟林的120万 佳地夫罗佩茨为自己胸部投保了2亿美元 按2万元一平的房价来算的话 都可以买一套6万多平方米的豪宅了 很多人说范冰冰的脸美得不像人 而范冰冰的腿却 所以呢 范冰冰对自己的脸蛋就特别特别的重视 那之前他来录制这张卫视的奔跑吧 兄弟因为有很多的游戏环节 为了以防他的脸受伤 他的团队让制作单位给投了1亿元的天价保险 这已经比小S的1000万台币 林佳琪的1000万人民币要多出了不少 但是呢 这还不算是贵的 还是詹妮夫罗佩茨的 13万美元的单眼皮 100万美元的眼睛 5000万美元的脸 1000万美元的牙齿和笑容 他的脸加起来总价值4亿人民币 究竟蔡依林是大家都公认的拼命三娘 每一次发青专辑开演唱会 都会给粉丝非常不一样的惊喜 而作为唱跳天后 他每天都会坚持练舞 因为呢 之前有一次练舞导致双腿受伤 所以经纪公司就为他的双腿投保了5000万台币 不过呢 还有更贵的 还是詹妮夫罗佩茨 他为自己的双腿投保了10亿美元 几乎能买到最顶级的蓝波基尼口车 986辆 那除此之外 明信们还有很多比较另类的保险 日本女星库北珍希一直有处女传说 她的私密处高达约1.2亿 而在日剧《失恋巧克力职人扮小恶女》的10元李美 私密处价值12.5亿日元 略胜于申田公子的10亿日元 那贝克海姆为自己的黄金右脚投保了1亿英镑 演员朱莉亚罗伯茨为微笑投保了3000万美元 而喜剧演员本图兵为斗鸡眼投保了2万美元 这么任性的保险 那就是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你买不起 哦哦哦哦哦哦啊朝月春天去恨眼内 金帮功里桃花开 明星功里防风筝 随时梦返古雅浪漫眼 起环灯光秀起来 恒店春游大会全民穿越走进电影嗨起来 哈喽今天美味小爱的娱乐圈 記得按讚和訂閱 OK 下記見 掰掰